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FUF KUKA JAPAN的千千 我现在来到了宫崎县中部的西都市 那我也是第一次来宫崎县所以觉得非常的兴奋 而九州还有许多只有开车才能到的景点 那我们今天就要为大家介绍西都市的魅力所在 那我们赶快就出发吧 从福岗开车到宫崎县的西都市大约要4个小时 在宫崎县这里诞生了许多日本神话故事 其中在西都市还残留着许多和神话有关的日本古代遗迹 这次我们要来这条长约4公里的寂寂之道 一边散步一边参观以前的遗迹 在日本最古老的书《古世纪》里写着 都万神社是第一间进行结婚典礼的神社 据说这间神社能增加姻缘并提升恋爱运 因此也有许多女性来这里参拜 据说只要一边许愿一边穿过千年南木的树洞 愿望就会实现 进入去吗这么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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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超長的耶 安靜的神社就像幻想中的世界 讓人感到相當平靜 宮崎縣有日本第三大的鰻魚養殖業 甚至有許多從世界各地來的觀光客 為了吃鰻魚來到西都市 肚子超餓的 想趕快吃 喔! 美味好耶 我要開動囉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這個鰻魚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鰻魚 它肉非常有彈性而且 真的很好吃 入口即化 喔 這是… 它這個味道的感覺就很像 以前… 我在台灣喝過那種 鹹豆漿的感覺 很懷念的味道 很好喝 在西都市有日本最大的古墳群 西都圓古墳群 古墳是3-7世紀時象徵掌握全力的君主 所建造成各式各樣形狀的墳墓 所建造成各式各樣形狀的墳墓 所以… 是… 是… 傳說中 鬼之窟式魔鬼在一天之內建造出來的 是… 西都圓古墳群到現在仍然在進行著挖掘考古工作 欸… 石桌… 就可以聞到那個… 泥土的味道 然後還看到以前很多那種… 留下來的… 例如… 磁漆啊之類的 欸… 以前的墳墓 第一次看到… 這種… 出土的考古文物都會收藏在西都圓考古博物館裡 供大家參觀欣賞 館內出租提供英文、中文、韓文服務的導覽平板電腦 但是… 只會通過自動畫面留心 完成 itself 距離城堡 中文ictions 諧謍 節奏 注目 看來這邊 人的骨頭耶 是真的嗎 它這個不是複製品 是真的 就是從這邊的骨粉挖出來的 這也是從這邊骨粉挖出來的 刀劍 保持著這麼的亮 這麼的心 覺得真的很神奇 很厲害 能看到珍貴的展示品 並學習西都市的歷史文化 在西都園古墳群這裡也可以買到伴手禮 一定要過來看看喔 今天在西都市這裡一邊觀光一邊學習他們的歷史文化 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不但去了神社 還學習了他們關於神社與神話之間的一些故事 還有去了古墳群 古墳群是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墳墓 還學到了很多日本的歷史 那從上面看過去的話 這邊的景觀就是 也跟我在平面看到的很不一樣 覺得非常值得一來 而且食物也很好吃喔 鰻魚飯真的非常的好吃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不要錯過 宮崎縣的西都市 我們第二次到農場 我們給大家看 一個明確的地方